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我是老王 灵焕先生来到了第六集 老王想问问大家 你喜欢夜游或探险吗 其实夜游或探险 总是年轻人最爱做的事情 但是在夜晚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知道 身旁出现了什么 是阿飘就算了 但如果遇到妖魔 那该怎么办 妖魔有别于魔神仔 妖魔是妖怪的更高等级 是草木或动物幻化而成的精怪 今天我们就要来说 小菜鸡遇到的两则灵异事件 其中一则就跟妖魔有关 让我们说回毛山小菜鸡 毛山小菜鸡是毛山祖师分支天师府 他们有一套独立的系统 就是天王师 从明朝就流传至今 是有祖谱的 修炼过后能够有感应 能够听得到灵体说话 偶尔也能看得到灵体 而且还有不外传的密码 在台湾大多都是鸡头 毛山派倒是颇少 今天的故事来自观众小菜鸡 接下来的故事 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这件事情发生在五年前 那天我们几个好朋友 约好要去环岛 我们约在家里附近的便利商店集合 成员有八个人 年纪大概都在25到30岁 当时我们陆陆续续 到了便利商店 其中一个朋友阿翔 他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的车尾 坐了一个阿嫖 感觉有一点凶 他的嘴角有一颗痣 我就问阿翔说 你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阿翔说 我最近晚上去骑车 骑到一半看到一件车祸 结果我撇过去看一眼 就继续往前骑 往前骑以后 我又看了一下后照镜 结果看到一个人笑得很诡异 但一下子就不见了 但最近晚上 我都会梦到那张脸对着我笑 我又问阿翔 阿翔有什么特征吗 阿翔想了想说 他嘴角有一颗痣 后来这话题就结束了 等大家集合好 我就说 我们出发前到我家 给帝君奉个箱 禀报一下我们要出去玩怎么样 大家当然说好 于是我们一群人 浩浩荡荡地前往我家 当时我爸爸跟阿伙师 还有几个朋友在楼下聊天 我爸看到我们就说 年轻人你们要去玩哦 我就说 对啊 我们要去环岛了 上去跟帝君禀报一下 于是我们就一群人 跑上去神明厅奉向 拜完以后阿翔说 好神哦 刚刚来的时候我身体冷冷的 拜拜完以后 那个感觉就不见了 当我拜完去到一楼的时候 我爸就把我拉去旁边 我就跟我爸说 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啦 不行我才会插手啦 爸说 属小孩你租到就好了啦 你家伙记得带着 以备不时之虚 我就打开包包给老爸看 老爸就得意的说 好啦没有白教你啦 快滚啦 于是他家上完装备就出发 我们一路很开心的骑 到鹿港的时候 有人匕首是说要加油 我们就找了加油站 到加油站的时候 我又看到阿翔后座的阿飘 又坐在后面了 这时候有人说 阿翔你车悬吊是坏了吗 怎么车尾那么沉啊 而阿翔也说 我也觉得屁股好沉哦 加完油抽完烟 我们就继续从骑到一半 阿翔骑到最前面 打了双黄灯 示意要下交流道 我们就跟他下去下了交流道 拔了安全帽 他整个脸色铁青 大家紧张的问 你是怎么了 阿翔说 刚刚我一直听到有人说 来啊 来陪我啊 来啊 我等你啊 接着我就越骑越累 差一点摔车了 其他后面的人说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车子啊 你的车刚刚好像被人家踹 拽了一下 你是不是轮轴有问题啊 我们就把他的车 车柱踢了下来 大家检查了一轮 车子确定没有事情 接着我拿出了我的随身令牌 给阿翔 跟阿翔说 你这放胸口啦 这能保你平安啊 当我给阿翔的时候 阿翔后座那个阿飘 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也不甘失落地瞪回去 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快乐地骑到了台北 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广告看板 于是我们决定让大家在这边喝口水 休息一下讨论路线 休息讨论过后 我们决定往北宜公路继续前进 到了北宜公路以后 大家好像活了过来 每个人都骑车骑得很开心 抵达平临的便利商店后 我们又稍作休息 大家嘻嘻哈哈打打闹闹 接着又要出发前往宜兰 诡异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我们七个人骑得很开心 但是阿翔的车又出状况了 他直接摔车弹了出去 我们马上停车跑过去他那边 有的人跑到前面做交通指挥 以免又发生追撞 好险阿翔他有穿防摔衣 没有什么大碍 我们赶快把他的车迁到路边检查 结果只有车壳裂了 其他没有什么大碍 但阿翔就不好了 他嘴里一直说 完了 刹车不见了 完了 刹车不见了 我就跑去按他车子的刹车 好好的阿 于是我就拔了他的安全帽 他很慌张的跟我说 怎么办 那个鬼没办法对我下手 结果现在对我的车下手 商量了之后 其中一个人说 不然叫北部车友的车廊来支援好了 我们就打了电话给北部的车友 车友也很爽快的说 好 等我 我开车去载 我们就在原地等 而阿翔在旁边问我 现在我怎么办 我就问阿翔说 我的令牌呢 阿翔拿得出来 我就跟他说 令牌在身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 你越慌 鬼的能量就会越强 放心 没有事的 等等下山再帮你处理 北部的车友来了之后 载了阿翔的车 我们一路就奔到了他的车行 而他也好好地捆带我们 让我们随着他的车行 他就说 兄弟们 好好休息 白天再出发 我们一群人也睡下了 但是没有多久 大家都被吓醒了 因为阿翔开始大声地说梦话 吵啊 闹啊 我看状况不行 我只要拿出我背包里的五雷尺 在他头上硬下去 马上就安静了 隔天睡醒 阿翔也像没有事情一样 我们大家商讨完 决定还是先回台南好了 于是我们就一群人回台南 事情完了吗 没有那么简单 回台南后没几天 某一天晚上 我无聊骑着我的塑胶车乱晃 骑着骑着 忽然一台车 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 把我重备 在昏昏沉沉当中 听到一个人的声音 怀我好事 拜到你了吧 听到这一句话 不知道是天生个性死然 还是我真的个性差 我瞬间暴怒骂了一句脏话 接着呛他说 我不会顺你的意 接着我平命的逼自己清醒 没多久晕眩感没了 我满头血 我的安全帽碎掉了 而撞到我的人他非常惊慌 因为我非常暴怒的走向他 我大声的喊 你是怎么开车的 我那么大事你没看到 他就非常惊恐的跟我说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看到 过没有多久 救护车来了 把我送去医院 接着我还没有什么大碍 缝一缝而已 疲惹伤的肿痛罢了 而我爸也来接我回家 我很不爽的要去找对方 我爸就把我拉住 跟我说 不恕他的错 他被遮掩了 没事就好了 你以后不要多管闲事 你不求不救 学到教训就要记者了 你鸡婆没有人会感谢你 淘险你命大 不然你真的要办后事 你知不知道 我说 蛤? 办后事 没那么严重吧 爸 我爸说 来来来来 你跟我来 接着我爸把我载到车行 抵达车行以后 我的塑胶车 车头全毁 引擎跟车台分开 整台车断成好几节 我爸就说 你看 这样你也能脱节 你的命也真的是硬 以后真的不是你的事情 你就不要管 说到多管闲事 就不能不说 下一则灵异故事 我曾经在一间大庙 敬完我的法器 我就看着热闹往外晃 晃到了大殿 搞笑 演歌仔戏吗 有一个人穿全身戏服 鬼吼鬼叫跳着舞 其中一个全身黄衣服的人 转圈转 转到他们同一间工的人 还在拍手 还含着 神威险架 但是过没有多久 硬生倒下 翻着白眼 手里还一直比来比去 嘴里说着听不懂的言语 全部的人都没办法 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只要走过去 打起手印 我们八卦打下去 第一下打下去的时候 听到这个黄衣服的人 口中发出嘶吼声说 不要多管闲事 第二下下去又听到 我会找你 第三下唤我喊 给我出来 接着我大声的吹奏 速速听令归还魂 还魂归体伦安定 生兵火急如律令 赫 掌印下去 黄衣服的人醒来 就虚脱倒地了 后来我就离开了 当晚我在练功的时候 忽然发人 我的耳边就传来一个声音 是找上那个黄衣服的 他说 凭什么要多管闲事 他们要正道 要升天 我帮他而已 接着那个附身在黄衣服的 就在我面前显向大喊 你凭什么管 才发现这是一只妖魔 它有人形 长得很像腐烂的动物 我就回响说 妖魔鬼怪你敢问我凭什么 接着我拿起令旗大喊 六顶天兵千方压煞 六甲神将万里屈邪 啪 一下子 那妖魔瞬间就跑走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可能是我运气好吧 因为曾经听过遇到妖魔 非死即伤 但也去去实实的让我磁场变差了 为什么说磁场变差呢 事情是这样的 某一天我朋友约我出去玩 这是在台南蛮知名的一个休息约会飙车的景点 我就跟着几个朋友在那边聊天 因为刚刚有小跑一下 所以我就掀起引擎盖散热 当时我们聊天聊到一半 感觉旁边的树林有骚动 好像是有年轻人在探险的样子 但是我们也不以为意 就在这时候我想说我抽一根烟 于是跟一位坐在车上的朋友拿烟 当时大家都有看到他拿烟给我 但是不到一分钟 他竟然牵着他女朋友 从树林里面走出来了 所有人都傻眼 更傻眼的是我们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怎么可能我的烟在车上好不好 结果他打开车门的时候 他自己也傻了 因为他的烟不见了 这时候车内的温度低到一个 我们几个站在车门边的人都觉得冷 但是车上没有开冷气也没有发动 后来大家想说转移一个地点 也觉得这边怪怪的 转到了一座桥上 那座桥下面有溪 大家聊着聊着 忽然刚刚那男生的女朋友说 奇怪为什么这么晚还有人在游泳 我看了一下 我说可能在搜救吧 也没有当一回事 过没有多久 那男生的女朋友说 前几天这边有个女孩子跳桥想不开 好像还没有找到 那女生的车好像还在那边 当时大家都因为好奇 所以走过去看 这时候那男生的女朋友连铁青的说一句 她在车上 我说没有吧 我没看 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车内的女子穿过车门 跨上桥 用非常哀怨的眼神看着我们就往下跳 这时候那男生的女朋友说 她很累 很冷 很想睡 整个人眼神换散 跪在地板就开始哭了 当下我折起法子 按着她的后颈还有头颠 用爸爸教我的方法念起收魂咒 过程中她闭着眼一直哭 一直哭 但是没有声音 手一直抓 一直乱挥 直到我往她的头顶一拍 她才回过身来 她说她到了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 哭没有声音 喊也没有声音 甚至抓不到任何东西 然后听到我们在喊她的名字 她才像被强力磁铁吸到一样 回到了身体里 我不得不说 还没遇到妖魔之前 阿飘经过我还是会禁得避开我 因为我随身会有一些法器 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磁场的问题 而让他们不再闪避 后来我跟我爸讲 我爸才讲说 你做小菜鸡 被妖魔吸引阳气 你不知道吗 吸引到你法力都快干了 我看你是傻了 后来爸爸帮我施清淨咒 这才恢复正常 不愧是妖魔鬼怪 竟然给我来因的 故事结束 各位听完以后 一定很想要知道 魔神仔妖魔妖精妖怪精灵 甚至到邪灵到底差在哪里 未来老王会专门做一集来说的 大家可以期待哟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有想要听的题材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有灵异故事 也欢迎你投稿给我 投稿位置就在留言处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